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一勺糖 三克的酵母 用温水给它拌至面絮状 然后下手给它揉成光滑的面团 过成这样的面团 给它发酵至两倍大小 面团已经发好了 给它揉出排气 底部多撒点干粉 给它擀成薄片 上一层植物油 撒下的青花 胡椒粉 盐 再给它折回来 再给它切成小段 取两个重叠 快点压一下 放在正能机上 给它二次洗发 锅带上穿植物油 它洗好的花椒给它放上去 看消火慢煎 煎至底部精华色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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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按压 然后按压 然后迅速回弹 就表明是熟透了 煎至底部精华色